而是穷子虽心此欲 忧故自慰恪坐见人 游世之故 于二十年中常令出费 那么全面经过佛陀的开导 从四年处 四正行 四如一如 五根五立七不低分以后 正得出国 明之为俄 那接着后半段就断私货了 断货正正了 那么这个时候穷子啊 虽心此欲 一个人见到心中光明的时候啊 他是欢喜的 正得我空 而且他会知道他正 一个人成就圣道以后啊 他一定会知道 就是 决定会卸脱 卸脱之鉴 什么叫卸脱之鉴呢 他一定知道他正得圣果了 这个是正得圣果不用问别人 他自己可以印证 游故自慰恪坐见人 就说虽然正得出国 但是还不能发伯地心 就好像说 你 做打工的 你再怎么工作 跟老板的关系再怎么好 老板把你当做儿子看待 但是这个打工的人总是觉得说 我还是个打工的 客座间 我是外面的 我不是家族的一部分 我是外来打工的 他还是这样想 所以他觉得他跟佛陀 还是不一样 那么最后 游世之故 经过二十年 经过八正道分 其实八正道分 第一个那个 政见 那个政见 是无漏的智慧 是见到以后起修道 所以八正道分不是凡夫修的 理论上八正道分是 他从出国见到以后 升起的修道 那么这个地方 经过了二十年是怎么说呢 就是无间断货 谢多道政策 他经过无间道 谢多道 无间道 谢多道 那么次地的断 三界的八十一品失货 最后正斗 我空的真如 成就阿罗汉国 就是经过二十年 成就二寸的圆满国味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穷子 来到了 大副长者的家族来打工 那么大副长者 不但给他很多的钱 还陪着他一起工作 不断地开导他 那么最后的结果 叫做什么呢 如所生 关系到这么密切了 就是说 你虽然是外来的 但是我已经把你当作 儿子看待了 但是作为儿子 作为这个穷子是怎么讲呢 虽然老板对他很好 这个人还是怎么样 客座见仁 我还是打工的 你对我好是一回事 我不敢直接承认 你是我的儿子 不过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 等于是 简单的说就是创造双赢 看这个情况 穷子很高兴 叫做 虽心止欲 因为穷子 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离开痛苦 小镇 对于解决痛苦 就是说 小镇佛法 对于 成就功德庄严 他没有这个本事 给你 但是对于 怎么离开三界 怎么消除三界的业力 怎么解决生死的痛苦 是他的专场 所以试炼处 大小乘共修 净土中也要修 因为你悦离说佛 你不就试炼处 那你就是悦离说佛 就是个空话 你怎么悦离说佛呢 我们生生世世 在三界轮回 除了业力以外 就是我们喜欢三界的果报 爱取 没有爱取 是不能够施论业力的 所以 净土中 我们常们说过 净土中 只要内心做出改变 才会往生的 不是说你把佛法 拿来练一练 然后你就会往生 按照正常情况 是不会往生的 因为你往生 你要大悦往生 你大悦往生 你不能把十二阴言 那个转盘 转得这么刺圣 所以佛法解决生死问题 那比外道高明多了 外道是 我们说外道就修苦恨 说 我有生死业 那我赶快把它削吧 用痛苦来削业障 你削到什么时候 所以苦恨不是办法 佛陀说 业力有一个开关 就是我爱子 那种主宰性 你把那个我拿掉 那个轮盘就不会转动 无名言行 行言事 事业名事 生脑病死 你把那个无名 关掉 无名灭者 洗灭 洗灭者 事灭 生脑病死灭 那个无名就是我爱死 从分段生死来说 那个无名就是我爱死 所以 佛法的善巧 它是从开关 根本去关掉开关 外道是从枝末上 我有业力 我要消业这样 所以我 一天就吃三颗米 日食 这个三米 要不然就是 整天泡在水里面 要不然就是用那个 有刺的植物 放在床上 就握在那个刺上 那么 用种种苦恨来消除业障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离开痛苦 就是证得我控的真理 没有其他的方法 消除生死业力 所以到此为止 达到了双方都满意 你说 那穷子满意 我们可以理解吧 穷子得到念环节径 他没有痛苦了 那么父亲怎么满意呢 我们前面说过 父亲见到儿子 是要把家长给他的 你别忘了 小生的真理 就是大生的真理 这就是法发性的思想 生文字段 就是菩萨的无生法人 就是说 只要你有本事 振到 拉到佛法 身主也好 空心一点边 后面佛陀就有办法 只要你入圣位 那么佛陀一定有办法 把你带入真理 十根早 就怕是你没有入 佛法真理的一点 就空心 我们说过 空心没有离开真理 后面到了方等波雷 佛陀就 有本事把他 会归到一佛城 我们往下看就知道 为什么佛陀满意 佛陀现在 可以说心有成主 没问题 因为一族无二族